我覺得無論是旅遊業或其他行業 在現在這個疫情的情況 短期裏不能夠有一個完全突破的情況下 所有這些防疫的工作 其實是整個行業或者企業可以做多一些 政府亦會樂意跟這些行業商討 本地旅遊除了受制限聚令的人數外 其實如果有一些任何措施 令到他們在一個大團的時候 能夠確保參與的人 或者大團的人都有更加好的保障的時候 其實有助於我們找方法 去怎樣令到他們的營運空間 是有所改善的 單靠一些政府的補助 未能夠長遠來說 是維持每一個行業的生存 反而就是說在政府的協助的同時 怎麼可以在業界裏面找出一條 是在防疫與營運之間求取平衡的路 旅遊業界其實在眾多行業裏面 當然是受影響最大 但是政府對它的支援也是最大的 在先後三輪的政府的支援裏面 我們已經預留了17億6千萬 以及每一次都因應業界的意見 作出調整幫助他們 除了旅遊社之外 旅遊業的從業員也有所幫助 旅遊社之外 為我們可以在工夫接適性的 請問再請問再請同一個 請問再請問再請問再請